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86年斩获七项奥斯卡大奖的史诗集电影 《走出非洲》 凯伦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富家女 用她自己的话说 自己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凯伦想要嫁给男爵 得到男爵夫人的称号 但男爵只是婉婉 并不会娶凯伦 眼见无望 凯伦打上了男爵双胞胎弟弟的主意 你是个穷鬼 我有钱 你需要钱 我需要名 我和你一起去 你结婚正合适,不是吗 博尔说 听起来不算坏 1913年 东非肯尼亚 凯伦坐着火车 来到博尔在肯尼亚的家 两人毕竟是合作关系 博尔也是个穷鬼 连戒指都没有 凯伦下了火车 一个小时之后 两个人就简简单单举行了婚礼 用苏格兰风笛吹奏的婚礼进行曲中 凯伦拿到了梦梦以求的男爵夫人重号 结婚当晚 凯伦回到了博尔的家 家中的庸人是清一色的当地黑人 两人原本的计划是养牲口办农场 但是养牲口太麻烦 波尔改成了种植咖啡 没和凯伦商量过 凯伦有一些生气 叫庸人 给我的爱人兄弟倒酒 波尔凶狠地告诉凯伦 在这里 你还是小心点为好 第二天一早 波尔就消失了 庸人说 主人会在下雨之前回来 凯伦说 这么好的天气 怎么会下雨 庸人说 过一段时间自然会下雨的 凯伦拿到了男爵夫人的冲号 波尔也拿到了钱 两人的合作关系到此为止 双方的目的都已实现 没有波尔的陪伴 海伦能依靠的只有自作农场 索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海伦可以经常外出打猎 探险 尽自己所能 让生活充实起来 一日海伦外出打猎 马兽精跑掉了 而猎枪在马的身上 没有猎枪 海伦打猎 变成了狮子打猎 恰逢猎人丹尼斯经过 海伦又变成了丹尼斯的猎物 丹尼斯和好友要去猎枪 刚好经过 过来看看海伦 波尔外出打猎去了 一时半会儿波尔回来 准确地说是不想回来 凯伦要求丹尼斯和好友留下过夜 凯伦不会唱歌 但是很会讲故事 别人随便起个头 凯伦就能滔滔不绝讲下去 这是他天生的才能 临走之前 丹尼斯送了一支笔给凯伦 你应该把你讲过的故事写下来 战争一触即发 波尔本没有必要参加 但是他爱打猎的天性 手中不能离开枪的天性 他对此抱有极大热情 带上不及品再次出发上路 没过多久 波尔差人回来 再次要不及品 让凯伦让人送过去 凯伦思考再三 最终自己亲自上路 去送不及品 路上很是艰苦 还差点被狮子吃掉 索性有惊无险 最终安全抵达波尔所在的前线部队 回到农场没几天 凯伦就发起了高烧 医生告诉他 你得了没毒 唯一可能的就是波尔 他整天在外面打猎 猎狮子 猎女人 也许是在丛林生活的久了 波尔的抵抗力很好 即使生病了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凯伦就不同了 他的病很严重 必须要回老家丹麦进行治疗 那样也只有一半的痊愈可能 凯伦不在的日子里 农场的佣人们 每日准时给凯伦的房间 换上鲜花 盼望着女主人早日归来 战争已经结束 凯伦回到了久违的农场 凯伦办一间学校 教本地的黑人小孩读书写字 当地已经禁止象牙交易 丹利斯的工作变成了向导 他带着凯伦外出旅行 体会山卵 草地 鲜花 本真的生活 抵挡了凯伦之前的虚荣 丹利斯像个灵魂导师 一步一步 引导凯伦的心 走出困顿 走向自由 看着伟大的世界 你该多看看的 丹利斯和凯伦 渐渐建立起了 属于两个人 独立灵魂的爱情 没有约束 没有一纸昏束 分别一段时间 自会再相见 丹利斯带回自己的 种种气温意识 凯伦 拖着塞安静地听着 生活倒也平静 双方不属于彼此 但也属于彼此 在自由意志下 形式爱的权利 很久没有回来的波尔 突然回来 他求钱了 回来问凯伦要钱 他告诉凯伦 我可以开枪打死丹利斯的 凯伦没有说话 波尔跟丹利斯说 你该先问问我的 丹利斯说 我问了他 他说yes 咖啡豆的收成 没有达到预期 凯伦延期了银行的贷款 自己会多付一些利息 凯伦其实有一千亩地 但只种植了五百亩 另外的五百亩 是给本地土著的 波尔提出离婚 自己找到了 更有钱的富婆 这样也正好成全丹利斯 凯伦想和丹利斯结婚 丹利斯拒绝了 你我都不属于彼此 结婚就是坟墓 你看过成功的例子吗 我爱着你 你也爱着我 这就足够了 我不想受制于任何东西 包括婚姻本身 丹利斯是爱着凯伦的 但他不接受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 所以他的方式就是离开一段时间再回来 感到厌了就马上离开 并不是每次离开都是去工作 或者打猎 或者任何 只是想离开 但看两三日相见不如初 想必丹利斯很懂这个道理 大火烧掉了凯伦唯一的农场 凯伦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他又回丹麦了 离开之前 唯一的心愿 给本地土著找块地 让他们生活 凯伦找了很多人 没有人能办得到 凯伦给新任的总督下跪 请求给那些土著一块地 这里本就是他们的土地 总督只说自己会考虑 但不能立刻答应 面对凯伦的请求 总督夫人告诉凯伦 我向你保证 我会给他们一块地 很可惜你要离开了 我没有办法好好认识你 丹利斯听说了凯伦的农场被烧毁 中断旅途回来 想送凯伦回去 凯伦整理家中的值钱家具 便卖掉做回去的路费 就在凯伦即将启程的前一刻 丹利斯飞机失事 这次是真的离开 不会再回来了 凯伦自此离开肯尼亚 钟声围在回到那片土地 尾巴 耐心是美德 我不停地告诫自己 看完影片 我站在窗口 思索良久 迟迟难以下逼 这部86年 斩获了七项奥斯卡大奖的影片 86年黑泽民的乱只拿了一个奖 还是个最佳服装设计 我该从何说起呢 太难了 我只记得在160分钟里 我上了四次洗手间 冲了四杯咖啡 吃了三个梨 三个虫子 还换了一个凳子做 从太阳高照看到月黑风高 广袤无垠的非洲大地 壮美的史诗般画卷在面前缓缓展开 泡汉苍茫 无情无尽 假设我现在走在伦敦的大街上 迎面走来了一位男爵 举止优雅地问我 关于这部影片的观感 我会非常礼貌 非常深思地说 Interesting Very interesting